小姐姐你好 你裤子破了 不行 你是单身吗 我单身 为什么大冷天一个人在路边喝酸奶 你要喝吗 你要请我喝吗 自己喝后面买 我好像看过你们的视频 那个好像听说过吧 现在可以玩吗 请我喝酸奶先 行 这应该是比我的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吧 感觉应该还挺高挺帅的 哇 我感觉听声音应该是一个轻轻拖俗的女孩 我听你歌唱 我说桥边姑娘 你的芬芳 我听你歌唱 我把你放心上 刻在了我心旁 桥边姑娘 你的忧伤 我把你放心放 不想让你流浪 那我们现在带你去见她 带你要先换上我们准备的特定服装 可以可以 哇 这是送我的吗 看起来很饱暖 男生会跟你穿一样的轻绿装 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哇 那应该是白色的是吧 很聪明 应该是黑色的 那一定只有可爱的人才能驾驭这种衣服 要戴上这个小恶魔 我去找另一个恶魔是吗 嗯 走吧 御园老街 往哪走 她们要去拍什么节目没有 走音上的节目 你们有多少粉丝 八百万 我靠 那都是活人吗 你的芬芳 帮我找一下角度 你不能瞎拍 好吗 好吗 你不瞎拍了 桥边无量 好可爱 你的忧伤 我把你放弃 不想让你流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帽子比较像 要不要戴一个 现在驾办会应该像一样 好奇怪的方式 你有什么特长 我尝尝 我可以模仿狗叫 可以模仿好几种小狗 稍微长大一点的狗 泰迪 他们被吓到了 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是摩羯座的 我爸也是摩羯座的 我爸让我找一个像我爸的男人 你会相信星座的呢 狮子座 你会相信星座这个东西吗 我有研究过双鱼 因为以前那个嘛 那个双鱼给你带来的记忆是美好的吗 不是 那就说明狮子比较好可能 你是上海人吗 我是贵州的 我是浙江的 来上海之后感觉怎么样 陌生的城市啊 因为上海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认识的人也不多 有时候感觉会比较孤单 现在认识多一个人了 可以 十分满分的话 给阿哲打几分 九分吧 挺多方面跟我 跟你爸很像 不是 什么呀 想跟他以后一起出去玩吗 想啊 想去玩什么呢 吃饭 穿菜 火锅 甜品 水果 含料 那你觉得你会主动还是你希望他主动 我主动吧 因为如果不主动的话就说明他来找我也没有用 七分 最主要还是要靠以后相处什么的 那你会主动一些吗 我不太是那种主动的 觉得今天我们给你们穿的这个衣服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看 回去淘宝一下 今天配对成功的话就送给你们了 真的啊 真的啊 不行嘴巴太快了我 我发现你们两个其实穿这个真的挺搭的耶 好强 有共同的审美 所以也更容易发展下去 现在就是决定你们两个能不能把这个衣服拿回去的时候了 你们配对成功 真的可以把衣服给我吗 但是你们还要完成终极挑战 挑战成功百分之百送给你们了 做什么呀 只能拿一个 我有不强的日子 对对方说一句赞美他的话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穿过很好吃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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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 你喝 喝 喝 你干啥呢 一起来点赞吧 还有你们 是不是你们衣服你们可以拿回去吗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保护环境源源有责 我们是一个有节操的节目组 那这个是吃垃圾干垃圾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哈哈哈 我把你放进房 不想让你流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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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